哈囉 同學 歡迎收看未來教育凱因數學 我們來看一下第12題 跟絕對值有關的 再來複習一下什麼是絕對值 絕對值的概念是什麼 絕對值就叫做這個點跟0的距離 好 你知道嗎 再講距離是不會講負數的 所以-3跟0的距離是多少 3嘛 對不對 那7跟0的距離是多少 所以7的絕對值表示7跟0的距離 那當然就叫做7 所以絕對值出來的答案最小最小 那就是誰 0啊 對不對 因為0的絕對值出來就是0 那其他的答案都比0還要大 好 我們來看12題 他說在數線上表示以下個點 並比較它的大小 你看喔 -2.6的絕對值 -絕對值的-1.2 好 再來-3.25 每一個都長得不一樣 我們要把它標出來 誰比較囉嗦 -2.6的絕對值 對不對 因為這個東西 2.6 -2.6的絕對值就是2.6嘛 所以這個要怎麼標 這個它叫做 2.6 也就是5分之3 我等一下要在2跟3之間5等分 OK嗎 好 再來 我們就先從這邊開始寫起 -4吧 -3-2-1-0-1-2-3-4-5 好 稍微填一下 那最左邊-4的原因是因為 等一下 這裡有一個貴賓叫做-4 好 過來 我們來分線段了 2.6 就是在2到3之間 5等分 1 2 3 4 對不起 太弱了 1 2 3 4 好 我現在把它畫成這個樣子之後 那-2.6的絕對值在哪裡 在5分裡面的第3分喔 所以這個不能寫2.6 你也不能寫2有5分之3 你要回答-2.6 它本來長怎樣 你就要回答怎樣 OK 再來 嗯 第二個叫-的-1.2的絕對值 記得這個絕對值要先優先 所以外面的符號等著它 那這裡面出來是1.2 所以它就叫做1.2 這個也有點囉嗦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-1又5分之1嘛 對不對 它又等於-1又5分之1 所以它要在-1到-2之間5等分 1 2 3 4 好-1又5分之1在這裡 所以它的名稱叫做-的-1.2 好這個是第2個答案 好再來第三個答案 它叫做-的-3.25 這個符號就可以進去了 負負得正 所以它就叫做3.25 那你真的要100等份嗎 不可能嘛 所以它叫三又4分之1 對不對 對 因為3又 如果你國小沒有背過的話 很快講一下 它叫做3又1百分之25 所以用5約掉5 20 再用5約掉14 所以3又4分之1 OK 所以它在3到4之間 4等分 好4等分 那就要畫3個點 對不對 1 2 3 所以這個點 它就叫-的-3.25 好再來 迎接最簡單的一個點 這個終於最簡單了 這個叫做-4的絕對值 所以它就叫做-4 所以-4就在這裡 它的名稱叫-4的絕對值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誰 最後一個是誰 挑出來講一下 最後一個是-的-2.5的絕對值 所以今天好叫2.5 2.5再加個負號 所以是-2.5 那-2.5在哪裡 -2.5在這邊 在-2跟-3中間 所以這個它叫做-的-2.5 好 我們總算都標出來了 那標出來之後呢 要比較它的大小 最右邊最大嘛 對不對 OK 所以我們的答案 開始寫喔 最大的就叫做-的-3.25 記得它長怎樣 你就要把它抄上去 你不要自己改變它的樣子 好 大於-2.6的絕對值 下一個是-的-1.2絕對值 下一個 負的-2.5絕對值 最後一個 負的-4的絕對值 OK 搞定 有沒有 焦